剛剛也有講到他說 他覺得還是沒有推特的自由度 那確實 沒有色情啦 對 其實色情是推動很多東西 你不得不說Dcard當時紅起來 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稀釋版真的很好看 我們以前都還是覺得說 我們怎麼可能會付費看任何的影音的時候 第一個出來能夠做的就是 色情內容 沒錯 歡迎收看傑克的創意筆記 我是傑克 嗨 大家好 我是家瑜 又找來家瑜 然後想說 沒有其他人了 對對沒有其他人了 想說來聊一下最新的社群平台 叫做 Threads 來跟我唸一遍 Threads 好 目前他的用戶人數應該是前幾天剛破1 但是呢 我們同時也查到一個資料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的日活月用戶 就是每一天會上線的 從上一週到這一週 4900大概就到了2300多萬這樣子 我不得不說這個數字比我想像的還是要多一些 你以為更少是不是 可能因為我身邊的人真的都沒什麼在用 因為台灣人本來就比較沒有習慣用Twitter吧 就整體而言啦 所以可能Threads出來之後 不見得大家那麼習慣這個路線 可能就一個熱潮過了之後大家又紛紛歸位這樣 我跟嘉宇應該都有在用 但可能不見得用的這麼頻繁 嘉宇可能更少用一點點 用了兩天 我還算是每天都還是有在用 你還有在發? 有有我在發 竟然嗎? 發一張貓的照片很棒 OKOK 那也是因為好奇是我們就在IG上面問了一下大家對於這個平台的想法 就問了一下說世界的粉絲看不看好這個平台後續的發展 我先講看好的部分好了 好 第一個是有人看好它因為覺得它是一個健康版的Twitter 適合兒童使用 其實我當初在分的時候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一個在算 適合兒童這個好像不是一個特別 對 可能只對家長來說是正面的評價 而且有人想看健康版的Twitter嗎? 就是因為不想要健康才去Twitter啦 Twitter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 很棒 你還叫他小黃帳我都叫他肉帳 對啊肉帳 然後很多OnlyFans的經營其實是透過Twitter先做一個流量入口 然後再找變現是變現像OnlyFans這樣 Twitter確實相對於Meta體系的所有的平台 真的放鬆很多 完全沒在管吧 有啦 還是有在管 就是馬斯克時代之前 我真的完全不覺得他有什麼在管 這很有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個平台叫Tumblr Tumblr就是在更早之前 然後超爆多色情的超爆都在Tumblr上經營 但後來他不知道發了什麼神經 他就說我接下來不再開放 就是色情的帳號 因為他可能想要有更多變現的可能 因為廣告主很在意這種事情 有一些廣告主很在意這些事 Tumblr宣布了這個之後他就直接爆掉了 就沒有人要用 之後全部都轉移到Twitter上面 所以Twitter目前可能還是很多人視他為淨土 但那個淨土可能就是因為他夠誤會 所以他才會淨土 所以畢竟身為Meta體系的一員 就他確實不管是什麼仇恨言論啊 這種各種都管得超級無言 可能很多人也因為這樣覺得 Twitter上面好像比較多老人 竟然嗎 因為就打字嘛 打字誰不會啊 打字一來是打字 二來就是因為他上面確實比較少那麼多色情 可是老人不能有色情需求嗎 或是色情供給 沒錯我們支持每個人都勇敢 尋求自己的第二春 因為嘉宇先整理一下大家的評論 我覺得這跟第二點其實是有關係的 第二點他在講的是 就是 只要是Mark做的他都覺得有需要活下來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涉及到一些商業性 就是Meta一直被講 大家對他諸多批評 但問題是人家活得超級好 無價都還是維持住 就是因為他在變現上面 就商業上面做得很成熟 那為什麼這跟第一點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管制 不管是仇恨性言論啊 然後色情的言論這種 其實對於廣告主是最直接的 也就是說這個平台因為少這種內容 所以大家比較願意投放廣告的資源 我覺得這個跟馬克祖克博 一直都很知道他的客戶是誰 就是他做Facebook 他其實是不是商人啊 他做任何的社群平台 他都知道他的客戶是品牌 而不是實際上使用的用戶 哇好直接 很直接 而且我之前在看那個一部紀錄片 然後裡面也在討論社群平台 然後這個時代 然後裡面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棒 他說 當你不需要為你使用的產品付費的時候 那你就要了解 是你已經 你賣了自己 對 你本身就是產品的一部分 沒錯 你就是你的資料啊 你的人啊 你所有的行為 其實都是產品的一部分 所以Face一開始應該還蠻直接的講 就是他其實是要靠廣告變現的 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有這麼多管制 我覺得其實蠻合理 他有沒有變現成功 真的就會大幅影響 這個平台到底會不會活下來 嗯嗯 就很多都是很厲害的平台 到最後沒有成功活下來 都是因為沒有成功的上轉 對啊 商業模式其實還是最重要的 其他看好的人就包含說 他雖然說是以一個文字主導的頁面 好像說在這個時代 相對來說不是這麼主流 但是呢 如果繼續使用 存續下來的活躍用戶 他和這些適合在SRES上面 經營的品牌 持續的互動的話 可以產生很高的黏著度 所以他也許是會進入 另外一個族群 或者是一個特別的群眾 因為像現在 我們自己在經營的 有一些品牌組來說好了 可能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真的這麼適合經營 在IG上面有一些嘛 有一些內容 他可能不是真的那麼適合 對 那也許他其實就會很適合 像SRES這樣的品牌 或甚至是一些自媒體的創作者也是 對 像我就覺得在這個前SRES的時代啊 如果你是一個純寫作的人 在IG上面 不是說每個人都不吃香 但等於說 你還必須要多花一點心力 去準備這些美服的時候 然後是相對來說 篩選的要很多人 要做一些那個雞湯小魚 對 我有看到有一個人評論 他講說 雖然其實並不是全然新的平台 畢竟流量是直接從IG裡面拿過來的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不見得是好事 可是我看到那個瑞典他講說 他其實目的是在補足IG缺陷的部分 就是IG其實少於就是純文字的互動 所以他其實有點算是 這兩個加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平台 的這種出發點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有可能會有一群IG的人在這邊尋求 就是很簡單的文字互動 且你跟這些人都距離很近 另外也有人說 我覺得這跟思潔使用的情境比較類似 就是Stretch現在是一個可以 沒有壓力發廢文的地方 其實Twitter也是嘛 只是可能大家覺得說 我原本社交圈 有一些人可能比較多 本來就是在IG上面 所以轉移過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是我跟我原本追蹤對象 以及我跟我的朋友之間的廢文的狀態 但我聽到這個說 大家現在就從IG轉移過去 發廢文這件事 我其實有一點 你覺得沒道理是不是 也不是 就我想到的一些事情 因為剛開始IG出來的時候 尤其是出現現動的時候 大家都把廢文發在現動吧 對理論上 限時動態存留時間比較短 然後應該是很輕鬆的 但現在大家現動做超級 超用力的 超級華麗 超級華麗 然後我就想到我之前在面試實機生的時候 問了一個Gen Z 就問他們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關於Gen Z的一些洞察 你覺得我可能會不知道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們會在Facebook上面發廢文 然後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對 他說因為IG是一個公開的 就他很像是 真的有朋友喔 不是 我覺得那個感覺比較像是 IG像是他們的官方頁面 他比較重視這個地方 對就是他那邊除了朋友以外 還會有一些不認識的粉絲 對 所以他不好意思在那邊發廢文 所以他們可能會在Facebook上面發廢文 說阿今晚要吃火鍋 誰要來 然後大家就會在下面 其實真的是 而且Facebook不是有一陣子 超級愛推一行文 很多新聞媒體都會發一行文 對對對 就是大家開始就是比較習慣說 Facebook其實不用寫什麼了不起的長文 簡單寫一下也可以 所以就是當一個平台興起之後 他就會失去發廢文的這個功用 所以我們就需要再建造一個發廢文的地方 更廢的地方 對更廢的地方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裡發廢文 十年前 其實有時候不是會跳出Facebook我的這一天嗎 那超廢的 超級廢的 我都會說今天好熱 今天怎麼30度 然後一天發濕 好啦我們聊一下就是比較不看好的事情 對不看好的部分 第一個我覺得就很多人講 就是說 社群使用者還是比較偏好 像是圖文或者是短影音 我覺得不盡然啦 還是看族群 就有可能他不是一個大宗 但是一定還是有人比較習慣 like Twitter 這種路線的東西 對 一定還是有 但是你要講說那Twitter大家就不喜歡圖文嗎 不會啊 大家是透過Twitter去追蹤一些 Only Sam上面的圖文 一些精彩的影音 一些很好看的影音 很好看的影音 對 我想要講一個點就是我覺得 雖然有時候好看的點是好看的留言 對 就是他可能發的文很廢 但是回他的人回得超級認真 然後那一篇留言是可以被獨立轉出來的 對他們就說像這樣子的平台 他就是比較沒有階層式的 就是因為像Facebook的話就是主貼文 然後下面是留言 是一個從屬階層 對 所以你不太可能只分享單則留言 然後或者是說他其實在出現在河道上的時候 不太會讓所有的留言被看見 對 就你很明顯的知道他們有一個主蟲之分 有主蟲 但是在SIRAS上面他就是 即使你的留言 他也是地位跟主貼文一樣 甚至他可能更高 如果你的留言留言留言很讚 很有料的話 對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不同 好然後再來一個不看好 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他說譬如說 當年Facebook有一個開心農場 然後IG有濾鏡 然後他覺得SIRAS上現在 尋缺一個非使用它不可的理由 他覺得是功能面 對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個思考我是沒有想到 我確實也沒想到 因為我比較能夠感受到的是 比方說內容層面的 比方說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的比較廢的一面 那可能就會是使用的理由 那再來就是不看好的理由 剛剛也有講到他說 他覺得還是沒有推特的自由度 那確實 沒有色情啦 對 其實色情是推動很多東西 真的真的 你不得不說Dcard當時紅起來 很大一部分就是 他的西式版真的蠻好看 我們以前都還是覺得說 我們怎麼可能會付費看任何的影音的時候 第一個出來能夠做的就是 色情內容 沒錯 因為大家不知道什麼就是會覺得色情的東西 人類為名的掌舵者 你不確定說那個東西是因為真的覺得 拍這個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願意多付一點錢 還是說比較像是淑脆券的概念 對我做了一件壞壞的事情 對我們需要付錢給誰 還有一個不看好的理由 我覺得跟我比較類似 他說因為現在實在是帳號太多 就是你不同的平台有 你自己有不同的帳號 然後你又追蹤更多的不同的帳號 所以你已經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他覺得他沒有必要也沒有心力 再去一個新的平台再開一個帳號 然後重新開始建立 沒錯 這是用戶的角度 但我看到很多是從業的人會說 就是又多一個頻道要經營 我心裡會想說那就不要經營 那不會怎麼樣 這個不是不看好 這個是不希望發生 不希望發生 不希望它太好 對趕快死掉 真的 因為好多所謂小編或者是 我們同行的人 其實都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本來就沒有一定要都要經營 可是如果客戶叫你經營 那就看多少錢 絕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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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有許多文案常財 我看好的程度就是合約的長度 還有一個不看好的理由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 他說只是懷念過去的形式 What 就文字嗎 對啊 你說有一天我們會開始懷念到 就是在龜甲上面刻東西 甲骨文 很懷念這個形式 但是如果真的有出現一個平台 還叫做龜殼 我覺得哇這個好復古 你說上面的每一個字 就是你要 就真的要手刻 你打完之後可能要30分鐘才會出現 因為慢慢有人在後面刻一個龜殼 刻完後你拍照上傳 對方還可以燒它 然後就會出現占卜的一些結構 救命喔 好那英里安你覺得 世界人你到底看不看好這個平台 其實我必須要說我蠻喜歡的 就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但問題是要不要用真的 還是要看朋友 對啊 因為我當時很沒有動力用推特 就是我習慣看的內容不在推特上面 但是我習慣的朋友 我生活圈在IG上面 所以雖然上面有很多 當時我習慣交流的人 都有開推特帳號 就是我用的蠻開心的 其實因為我覺得他 那個交流的方式是好玩的 就像你講我覺得最 閒聊感嗎 閒聊感跟最直接的就是 留言跟發文的那個地位 我覺得是相對接近的 這件事情是我很喜歡的 你喜歡這件事情 對但是喜歡也要看到底 身邊的到底有沒有繼續用 好像不是自己想用都可以一直用下去 我覺得 畢竟是社群嗎 畢竟是社群 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會變成一個 中小眾活著的平台 讓我想到Plurk 你有在用FuLong嗎 其實還是 我當年用超兇耶 是喔 我在有點年輕的時候 大學的某個階段 超級愛用Plurk 但是後來為什麼就不用了 後來真的是朋友沒在用 對啊 就蠻直接的 可是Plurk到現在還是有一群人 不管是ACG圈的 或者有群出版圈的也很愛用 對 他還是活得好好的 就像我現在還是很愛用PTT PTT現在對於整個市場是小眾 對啊 好慘喔怎麼會這樣 曾經是我那麼熱愛的一個地方 或者巴哈姆特其實你要做到多大眾 也沒有真的很大眾啊 對 如果以用戶技術來講的話 可是有人年輕度非常非常高 我當年是用巴哈姆特的就是BBS 啊天啊上虎神獸耶 上虎神獸 大家不用特別覺得說 啊這個是不是過氣或是幹嘛的 其實不用特別這麼嚴肅的去看社群平台吧 就是你想要就用不想要就不要用 也不會怎麼樣 Clubhouse大家說他過氣 可是還是有人很愛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他的工程是很好的 然後就看你習慣的人 你喜歡的人 你喜歡的這個文化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最後最後想要講一個跟文化有關的 然後我看到我覺得很有趣的論點 我看到一個朋友他在講說 他覺得Stress不會成功 的原因是他沒有一個社群平台 早期建立文化的過程 因為一開始 幾個禮拜破譽了 從IG過去 從IG湧入大量的用戶 然後他覺得任何一個平台 他之所以可以長久經營 是因為他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群人把這個地方的文化創造出來 比方說Reddit 或者是像早期的Twitter 我自己不知道確定說這個講法 會是對的還是不是對的 他可能也只是一個預測 但我覺得這個論點很有意思 我覺得如果他持續有人使用的話 文化在後面一定會慢慢解決起來 對啊 說不定是後面出來